你 你说这事咋办 我看这事挺好的 真没想到的 这两口子这么烦这事 当初啊 要是跟他们商量商量就好 谁会想到能发生这事啊 咱俩不是到镇上去买大白菜吗 这不遇上了吗 当初我就跟你说 你别救这日本娘们 你就是不听 你偏要救她 你看看现在长大 你看看 你看你这话说的吧 那她不是活着呢吗 那她是条命啊 能不救吗 我就是没想到啊 小桓能这么恨日本人 也是啊 你说当初小桓 怀着七个月的身子 去赶庙会 回来的道上 遇上日本兵了 跟她一块去的这些姐妹 都让日本兵给糟蹋了 小桓要不跳崖 那也毁了 可这一跳啊 孩子跳没了 自己又得了大出血 差点没了命 那可是个男孩啊 我孩子也生不了 你说她能不恨日本人 那那我也恨日本人呢 咱家大孩参加抗日的队伍 让日本兵给抓了 不也拿大片刀给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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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